大家好 欢迎再次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四八大师 我在文革华 前世子 我出掉了我的 全套的跟随了我多年的单反设备 包括两个机身 三个镜头 两个摄影包 甚至还有一大批的 CF card 然后我就正式加入了 微单的系列 我买了一套索尼的 A7C相机 加上一个 20毫米 1.8大光圈的 超广角镜头 索尼A7C号称是 索尼微单系列里面 最轻 最小的 全画幅微单 之所以出掉单反 目的就是为了减轻重量 而A7C 正合我意 所以现在出去带着A7C 一点负担都没有 比原来那个一套单反 轻了和小了 那不是 一点半点 这就是我的 索尼 A7C 大家看看 拿在手里 非常小巧 小巧 而且 它是全画幅 全画幅 20毫米这个镜头 好像是 1300加米 滑了以后 很心疼啊 但是 有些摄影大神级的人物啊 他们反对用油微镜 认为 在镜头前面 多了这一层玻璃 你或多或少 对你的画质都会产生一些影响 我想对于我或者一般的摄影爱好者来说 没有必要在追求画质上走到这么极致啊 所以 相比较之下 保护镜头 不让它被滑了 反而是更重要的 幽微镜 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 我过去的经验是 我过去曾经有一个挺好的镜头 但是上面滑了一道 非常可惜 我另一个朋友也是 3000多的镜头 我滑了一下 据说可以给它消掉 但是那个费用 要1700块钱 所以 我还是建议大家 有可能的话 要给你的镜头 配上一个幽微镜 这个是镜头 我买的是 看不看 是日本的kenko 好像是20加币 不要买太差的 因为这个国产的有的非常便宜 但是我觉得那确实可能会影响一些画质 二三十块钱的 我指的是加币啊 应该是差不多是这样 第2个配件 我建的什么 大家看 就是这个 这个是 眼罩 ACC为了减少它这个 整个相机的体积 它就把以前 这个索尼这个系列里边的 微单系列前面都有一个军舰头这个地方 把这个去掉了 军舰头原来是取景的 现在去掉它以后 取景器就挪到了最边上 这个取景器非常小 所以很多人都抱怨这个取景器拿起来 贴在眼前很不舒服 所以现在国内专门有一个厂家 就生产这个眼罩 这个是真是不错的一个想法 它是通过眼罩的 安装在这个热靴这个靴座上 然后 只要一插 银丝合缝 而且它是橡胶的贴在眼睛上非常舒服 这样出去拍照的时候 哪怕中午大太阳的情况下 你在取景的时候 都不会受到影响 这个很便宜好像是 12加币 这是第2个附件 还有一个附件的就是 当时 索尼ATC很多网友也觉得 他这个手握的地方不是很舒服 他太小太窄 所以我们的手呢 大一点抓起来 有点不太 不太不太完美的地方 原来我是想看有一个手柄 可以 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一看那个手柄要100加币 我觉得 不值 这个时候呢我就发现有另一个东西 就是有一个皮套 就是这个东西 专门生产为索尼ATC的 装上这个皮套以后呢 来给它装上啊 装上这个皮套以后 现在再用手握它 这就舒服多了 另外呢 买这个皮套同时 还带着这一套背带 背带呢 还有这么一个小盒 这个小盒呢 可以专门装这个 各种滤镜 厂家考虑的还是真是蛮周到的 所以呢 这个套以后不单解决了这个问题 有一点咖啡色 再配上原来我这个 银色机身 整个看起来 非常复古 非常的拉风啊 另外还什么东西呢 还有适应包 原来我的单反适应包 我也好几个 但是 又大又重 现在单反处理掉 留着它也没用了 适应包我都卖掉了 要给ATC 配适应包 我给他配了两个包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一个是这个黑色的 这是曼富途的包 非常小巧 刚好就放一个ATC进去 还有呢我也给他配了一个 黄色的 皮包 不是真皮啊 是纺皮的 也非常漂亮 这个颜色 大小也是 除了放这个 ATC以外 后边还可以再放一个手机 这两个摄影包的共同特点 我的要求他们就是小巧 只装一个相机 这样出门的时候呢 你没有任何压力 出去扫街的时候 背在身上 随时可以打开 一下就可以把相机拉出来 相机拿出来啊 很适合扫街这种摄影包 另外给ATC还配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给他配了一个 减光镜 六档的减光镜 为什么配这个东西 因为 大家知道我原来是拍风光的 所以 拍风光 在拍水的时候 有时候一定要用 慢速度 用慢慢来曝光 为了得到慢速度 经常需要减光镜的辅助 所以减光镜对于拍风光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款 还有一点呢 就是这个ATC的快门速度 最快是八千分之一秒 如果想再快 比方说大中午的大太阳底下拍片 快门速度你想见下来 就一定要有 减光镜的帮忙 减光镜 减光镜 有人说为什么你不买那种可旋转的可调整的减光镜呢 以前我有一个 但是我感觉它的做工不好 就是整个减光的过程并不是很均匀 所以我还是有这种固定的 当然也可能这几年 这个技术极高了 所以具体我这个够不够用 我先用一用 有可能 我将来 还要再添 ATC我买了以后 最近我一直很忙 也没有专门去拿它 去测试这个机器的性能 只是上个星期呢 我抽了点时间 在家附近呢 扫街用它拍了几张片子 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感觉就是 第一 它的机身就非常小巧 不像过去那么单反大长焦镜头那样 那样醒目 所以这样 街头抓拍 不那么引人注目 第二呢 那就是我拍的时候呢 我可以用它这个 测翻屏 这样 我这样看着屏 所以呢 对面过来的人 我对他们也更少了一些侵略性啊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 扫街还是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用这个小型的ATC 风光的我还没用它测试过 等过去我拍些片子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 好 本期视频就在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关注 点赞 并转发 谢谢 我会你 好吗 我会说 对 我会说 对 看